《我玩伊德瑞尔》 那我玩伊德瑞尔吧 我感觉这个英雄我比较喜欢 技能也好 或者说是各方面都蛮帅的 我我伊德瑞尔是会玩纳克斯 因为纳克斯的话比较苗条 然后很容易走位 然后躲别人的技能 然后自己的技能也比较容易好中 晚上吧 能秀 能眼下放 找我还是展起来了 变身一个金刚也被踢到了 这边 我弹舞 玩牙锁吧 比较快乐 那我当然玩牙锁了 我不想玩音乐球 我不想变成绝火哥 火哥吧 因为可以玩别的 玩他都可以玩别的音乐 我能不玩这游戏吗 我应该是会玩火哥 因为这个英雄可以变成别的英雄 如果 如果我这一生 只玩一个英雄的话 那我应该不会打英雄联盟了 因为我平时 就是可能会 就是比较烦那种 一个英雄玩得特别好的人 对 Ez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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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如果在联系中 如果在联系中 在联系中 就像联系中 就像联系中 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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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玩猫咪吧 这三个答案一直在谈 独想吧 无人吧 鹤飞流生 因为有五把五千 玩艾克 因为能时光导流 玩节词吧 会玩节吧 玩咖啡 暴女吧 特别好玩 无论打什么阵容都能打 什么阵容都能打 拿出来就感觉很自信 暴女好玩 我喜欢玩 我可能会玩牛头吧 就像现在很多性的激发勇敢牛牛 不怕困难 对吧 玩卡蜜尔吧 卡蜜尔 那会玩卡蜜尔吧 我觉得卡蜜尔是一种比较均衡 就玩火转吧 健身 因为第一次玩一线就是要玩健身 瑞文吧 我会玩扎克吧 我感觉挺好玩的 但就是特别人被打爆 我个人的话就是稍微带一点小巫衣的英雄 我都会觉得特别有趣 然后最讨厌的英雄的话是那个小丑 我们在欧富排队的时候我每一盘都会搬 我感觉机器人吧 机器人还挺好玩的 然后最烦的英雄 我现在很烦小丑这个英雄 最烦的应该是小丑吧 感觉玩这种英雄的人都比较奇怪 最有趣的话就是左翼吧 因为他那个运气嘛 他那个泡泡气球就是运气 然后就是最烦的话应该是小丑吧 就是就很恶心这个英雄 就会抓你然后又找不到他 很烦小丑 小丑吧 小丑吧 最烦的是妖姬吧 然后最有趣 感觉每个英雄都挺好玩的 感觉翠神比较有趣 跟开牛 vida 松柄队 이야기를看到 这个戴 的叙柔起来 我熄的冰 隆味蓝 陆佰 然后 的 努力 正常 成功的 位于Roy长 ROB rope 大 Kita ika 最 Taj 超 去的话,我觉得最近剧魔挺有趣的 我比较烦,那个杰比较烦一点 就对面那么适合,老板我觉得 亚索也比,感觉亚索很有趣 最有趣的英雄也是茫森 这也是我玩下来的动力 然后最烦的话,一队吧 最有趣的话,我觉得是一则瑞尔吧 就这英雄,我爱第3的时候就很喜欢他 最烦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锤匙吧 因为这英雄就对先生的压制力特别强 最有趣的英雄是,我觉得破败之王吧 因为我觉得破败之王没有英雄可以看 就要看你自己打得怎么样 看对面有没有你不会玩的英雄 比如说,我玩破败之王 对面有什么左翼这种英雄,我杀完都不敢变 变神变左翼,感觉可能要相当了 大家要输了 还有一个是最烦的英雄,其实也是破败之王 对面有破败之王,感觉就很烦 所以,我喜欢的是二则瑞尔 最喜欢的一则是二则 最喜欢的一则是二则 它就像二则三则 它们的一则在一则 我认为二则在二则 所以,我认为二则是二则 最喜欢的一则是二则 最后一则是三则 我真的没有控制的英雄嘛 就是可以自己 就有五行的操作空间 也蛮好玩的 一旦最喜欢的英雄是 약간 我自己喜欢的英雄是 阿卡尼、李布朗亚这些英雄 最喜欢的英雄是 云朵、露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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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的英雄是 就是阿卡尼、李布朗亚 因为 我自己也玩得多 然后比较喜欢的英雄 然后最烦的是梦炎吧 因为费我毕业死很烦 You have been slain 因为是亚索吧 然后因为确实玩得比较开心 然后但是就玩得也很烦 因为一直死 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话 最有趣的是萌多吧 最烦的话就是 上单无乡、维恩这种 我认为最有趣的英雄就是 卢西亚的 讨厌的英雄的话 其实是左翼吧 因为这个左翼这个英雄 我们之前队伍的人都特别讨厌他 因为觉得大家应该把 设计师把这个英雄删了 哪有什么一个技能打到 一个晕到别人之后 直接一个泡泡就把他秒了 别人还不能帮党帮党那一起死 那怎么玩吧 最近几年出的新英雄都比较有趣啊 比较烦辅助巴德吧 最有趣和最烦的英雄应该是九筒 因为上线很高下线很低也很搞笑吧 就这种卡牌的主意吧 EZ还蛮好的 然后以前最烦摩根纳 现在应该没有 最有趣的感觉是亚索吧 然后最烦的英雄应该也是亚索 因为很烦队友选择 去的应该是蒙多巴 然后最烦的就也不太清楚 感觉都挺烦的吧 感觉挖掘机挺好玩的 最有趣的是火人 最烦的是Pogue维路斯 最有趣的英雄卡米尔 最有趣的英雄卡米尔 最烦的英雄是Timo 最有趣的英雄是亚索的 因为亚索一来一去很烦 然后尼琴就可以一直操作 一直秀对面 就很厉害 最烦的英雄 我比较烦葛温 然后最有趣的英雄 我挺喜欢玩福耶哥的 我自己 最有趣的英雄应该是扎克吧 就我刚刚说的 然后最烦的英雄应该是小丑 所以真英雄的时候 特别烦 后来 感谢观看